先前台东县立体育馆因为整建工程把周边廊道上的小雨燕窝移除 馆方人员原本是出于好意 把桥里头的雏鸟移往木造人工鸟屋 却忽略了小雨燕习性 造成218只的小雨燕右鸟奄奄一息 引发渗然大波 在紧急送往池上野湾野生动物医院急救 经过一个多月照顾 目前有10只小雨燕经过评估 健康情形还有飞行能力已经良好陆续野放了 先前台东体育馆因为整修的关系 造成数百只的小雨燕落难 在经过池上野湾团队的救护之后 目前已有数只小雨燕已经开始进入是非的阶段 要检验小雨燕是否拥有野放的条件 野湾野生动物救伤中心表示 台东县立体育馆抢救了200多只的小雨燕雏鸟 有80多只健康的雏鸟分流送到外地的保育中心安置 而剩下重伤的100多只有的陆续死亡 目前则由县府约顾的零食人员照养了60多只 并有12只已经成功野放 近期也会陆续野放符合野放条件的小雨燕 人跟动物也是动物的一个冲突 其实是一直存在在我们生活中 那今天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让我们要重新去正视这个问题 那在我们要进行任何的工程或者是一些土地的利用的时候 其实可以去思考是要怎么样可以对他们有降低最 降有最低的伤害的方式去做我们一些开发的行为 而受医师表示小雨燕的救伤案件十分常见 但这次是属于突发且大量 因此也呼吁 未来的工程最好要做好生态检核 避免再有类似的情形发生 不过台东县政府对于这次的事件 因为承办单位和承办人员并不是蓄意造成的伤害 无法依照动保法裁罚 而目前照养的费用已经将近20万元 也全数由县府负担 接着陈继琳池上相报导